全明星之后,场均3.84盖帽,领跑全联盟 而且他只是个菜鸟,大家能猜出来是谁吗? 没错,这就是爵士球员沃克比凯斯勒·沃克克斯勒 在爵士118比117险胜凯尔特人的比赛中 末节最后三秒钟,凯斯勒盖掉了格威的绝杀上篮 本场比赛,凯斯勒七投五中 砍下12分14篮板,8个前场板,3盖帽,只有两次犯规 本赛季凯斯勒为爵士出战66场比赛,其中32场首发 他场均出战22.8分钟,得到8.8分8.5板0.8-0.4抢断2.3盖帽 投篮命中率72.3%,罚球命中率53.7% 再看看戈贝尔本赛季的数据,魏森林郎出战60场比赛 场均上场30.4分钟,得到13.9分11.6篮板1.1助攻 0.9抢断1.4盖帽 投篮命中率66.3%,罚球命中率64.9% 在上场时间更多的情况下,戈贝尔得分,篮板更好 但盖帽不如凯斯勒 两人工资也不是一个水平 戈贝尔年薪3817万美元,你觉得凯斯勒值多少? 凯斯勒的新秀合同只有4年1337万美元 本赛季270万美元,不足戈贝尔的十分之一 接下来三年,爵士还能继续吃新秀红利 森林郎则要给戈贝尔1.3亿美元 全明星之后,戈贝尔第四节的罚球命中率只有37.5% 越到关键时刻越罚不净 戈贝尔五年两亿的溢价合同 森林郎竟然愿意识换一取得到他 NBA名记Shames说 戈贝尔的交易设定了一个标准 无论球员是否顶级,球队都会索要更多 森林郎不仅施下大合同 还付出五个首轮,签加四个级战利家,新秀凯斯勒 没错,凯斯勒只是交易天头 常规赛即将结束 森林郎西部第九,爵士西部第十一 两队胜场差一样 去年休赛期,爵士想摆烂 森林郎要争贯 球队战绩竟然半斤八两 凯斯勒出生于2001年7月26日 身高2米16,臂战2米24 戈贝尔出生于1992年6月26日 身高也是2米16,但臂战达到惊人的2米35 凯斯勒静态天赋不如戈贝尔,但该冒能力不虚 大二赛季,凯斯勒在NCAA长军4.6次封盖 荣因DPO1 在爵士和安吉眼里,凯斯勒完全可以平替戈贝尔 毕竟围绕戈贝尔舰队,球队也冲不出西部 2022年选秀大会,凯斯勒在首轮第22顺位被选中 2013年选秀大会,戈贝尔在首轮第27顺位被选中 两人起点差不多,凯斯勒同样有机会冲击DPO1 NBA官网公布最新一期的新秀榜 魔术状元般凯罗高居第一 雷霆12号秀杰伦比威廉姆斯稳居第二 凯斯勒位列第三 步行者6号秀马瑟琳排名第四 活塞5号秀艾维第五 教主看了一下新秀榜前10名 只有凯斯勒一个20顺位之后的新秀 看到凯斯勒现在的表现 再想想送出去的五个首轮签 森林郎到底是后悔还是后悔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